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修一台这个气针机 说这个气针机说不定时的跳杂 现在他们贴了一个标签在这里 说设比以败 不能用 我们把这个电源开关打开来试一下看 现在设比已经开起来了 现在这样是不跳杂的 他们说是不定时的跳杂 我们去电源开关那里看一下看 它那个开关在这里 就是这个开关气针机的 像这种不定时的跳杂的话 它用的是空气开关 像这种空气开关的时候 像这种空气开关不对不定时的跳杂的话 要不然就是电流过大 要不然就是说短路方面它才会跳杂 像它这个开关是不定时的跳杂的话 一般是过载 过载方面的 我们聊一下它的 这个电流看有多大 因为机器刚刚开起来 摸到这个空气开关也不发烫 我们用这个全心表测一下它的电流有多大 现在摸到这个电流是14.5 我们再看一下这里面一根线看 这个电流有多大 把这个线搬一点出来这样不大好测量 也是14.4 说明这个它的电流是比较平寒的 电流也不不大 它用的这个开关是25的 这样测到电流目前是没有操作它的 地道额定范围的 我们去看一下那个设备看 我们来到这个气氛机这里来了 这样用到一切是正常的 以前我也修过一台像这绿色的 这个问题说不定是在跳杂 电机有问题 然后导致那个电流过大 时间长了它就跳杂 我们现在看一下看 它这台机器看 它这里有一台电机 是风扇的电机 大家仔细听一下看 看到没有这个噪音挺大的 像这个机器的话 我判断应该 是里面的叶仁 出问题了 叶仁坏了 或者是里面的那个叶片坏了的话 就会导致它那个不平安 不平安的话 就导致那个电流 会增大 就有时候有时候就那边就会跳杂 你看现在这样听到这个电机的声音是 挺大的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电机的这个叶仁把它 拆开来看一下看 我们把机器把它关掉 好 它这里是绿角螺丝 然后把这个绿角螺丝把这里拆掉 把整个页面拿出来看一下 现在我把这个电机拆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看 这个叶仁 看到没有 从这边上看 叶仁全部都打得没有了 看到没有 像新的叶仁的话 它是这样的 我这里拿了一个新的过来 你看到没有 新的是这样的 它现在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叶仁全部打掉了 然后就 光剩下一个这个铁片在这里了 所以说 当这个叶仁可能是有时候钻起来的时候 打叶仁的时候 它可能打到别的地方 有阻力 或者是 打叶仁的时候 它这个电机 这个电流就会升大 导致开关那的电流升大 升大的话 时间久了的话 那个开关就会跳砸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丢杂把它拆下来 然后把这个新的装上去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再去测试一下 打个电流看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看 看还会不会跳砸 现在这个新的风扇液轮已经装好了 我们把这个电机把它装回去试一下看 现在我把这个电机已经装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开一下机看 把电源打开来 把风扇启动 把这个蒸汽也把它打开来 现在听到这个声音的话 就是比较正常的 我们现在去那里量一下那个电流看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电箱这里 这是气增机的 我们量一下这个 现在电流有多大 看一下这一根线看 看一下这个电流有多大 11、12左右 11、12左右 刚开始的时候量到这个电流的时候 是达到了14 14.5左右 现在是量到11左右 等一下就少了几个电流 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个空气开关 有时候跳闸 有时候不跳闸 和这个电机的液轮有没有关系 现在旧的风扇液轮已经放生新液轮了 让这个设备运展一段时间 看后期还会不会跳闸 要是不会跳闸的话 那就是这个液轮的问题了 要是朋友们有什么好的见解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大家共同探讨电工方面的知识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朋友们 再见